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13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六 香港大量的香港人回大陸消費 使得香港的市面很差 香港政黨 竟然建議政府恢復一簽多行 將計劃擴大到其他大灣區城市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早就說了 我們想不到民建聯 提出香港恢復一簽多行的民建聯 其實你們是不是從火星回來 還是你們 昏迷了三年 現在大陸甚麼環境 你知道嗎 你們現在強人所難 你們在圍難國家 你知道嗎 因為不是香港政府的問題 而是大陸政府不放人 因為現在 放人下來 就是衝擊自己的經濟 他們現在經濟也不好了 還放人下來消費 有沒有搞錯呀 你們是不是傻了呀 我看到了 《信報》 余錦然 發了一篇文章 他說不怕狗 立法會最大黨民建聯 提出了恢復深圳戶籍 居民的一簽多行 也應該逐步擴大大灣區9個城市 希望複製09年實施一簽多行的北水救港模式 田北俊披露 香港正在與內地研究 新年進一步重推 一簽多行 不過 他的說法 措施有機會由深圳戶籍居民開始 逐步擴展到 1766個常住的深圳居民 整個深圳居民 然後輻射到整個大灣區 這9個城市 加上有幾千萬人口 知情者就說 內地對於香港的要求 不是照單全收 因為現在大陸的經濟也很差 如果現在放給你 人們來香港玩 那我們怎麼辦 現在我們也沒有錢 還放他下去 他當然不放啦 現在問題就是 有錢要花的人 或是花錢的人越來越少 每個地方都很珍貴 珍惜這些名額 現在香港也是一樣 香港 鼓勵人們回大灣區 結果香港人回大灣區消費 反過來 大灣區沒有人來消費 就算有 也是那些暴兵 窮遊 打卡 教你去麥當勞買漢堡包刑一張照片 就搞定了 連在香港人過夜也不過夜 搞到香港的賓館也沒有人住 酒店也沒有人住 價錢也跌 也沒有人負 這個情況怎麼解決呢 其實 問題是沒有解決 因為現在國內經濟 比香港還差 香港人們還說想北上消費 大陸沒有的 大陸 本身人窮起上來 連5元一個飯口都吃不起 你想一下 他怎麼可能會放人下來呢 大家要想一下 人同此心 現在上面的經濟是十分之差的 很多人失業 剛剛經的有學者 出了一篇文章 中國有9億6千萬人 每個月的可支票收入 可支配收入 只是兩千元以下 即是中國找超過兩千元的人 原來也不太多 怎麼辦 每個都賺不到錢 下來香港怎麼消費 你吃的雙皮奶33元 怎麼吃得起 如果你一個月只有2000元的薪金 你會不會去吃香港一個雙皮奶33元 不可能啦 我半日開支 半日薪金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 現在 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現在深圳想吸引香港人 現在反過來 他們不斷想一些優惠政策 又說退稅 然後又說便利一點 搞旅行團 雖然 很多人說山姆超市團 很多人懶惰了 買的質素不好 但Costco和山姆超市是不同的事 Costco的貨品是點好的 山姆超市 搞不定也好 香港人也形成了一個北上消費群體 因為 他覺得大陸比香港便宜 這個就是整體的印象 起碼 基於一個原因就是他還有錢 現在問題就是 你即使開放 大陸的 一千多行也好 實際上他現在大陸人 也不太捨得花錢 大陸也沒有錢 當他也沒有錢的情況之下 他怎麼會給你啊 他也不夠花 也沒有得花 就算放給你也不行 何況 大陸政府根本就不會放給你 放給你 我就是搞死自己 客人下了香港消費 不在我們那裏消費 怎麼辦 我們的店鋪要倒閉吧 你的店鋪是店鋪 我們在深圳 在廣州的店鋪就不是店鋪來的 每個地方都要顧著自己的經濟 不可能是為了刺激你香港 誰會刺激我 所以 我們看到民建聯提出這些要求 其實也很好笑 你到底知道大陸經濟崩潰了嗎 你不是不知道 正所謂崩口人就極崩口碗 你向廣東省要求 向深圳市要求的時候 人家說到你耍花了 你不是不知道我多糟糕了 現在反過來 要那些 農民 要那些電龍來養你地主 香港本身有很多錢的嘛 你上來消費就是天公地道 你不要想我們 別打我們主意 我們沒有錢 我還指望你香港人來黃身假期 來打骨頭 然後在上面吃真功夫吃包 你以為我們來上來的那麼貴的東西吃 70多元80元的餐嗎 不是吧 我們在這裡 吃一天的啦 一天的消費也沒有那麼多 你以為我們要用2000個月 一個人就用66元 哪裏用得起的 根本就用不起來 是不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香港 有沒有辦法 吸引到大陸人 有沒有海外的人來 為什麼沒有人來呢 很簡單 因為國安法嚇走人嘛 國安法嚇走人 你要問香港政府 你叫政府給你一個說法 為什麼沒有外國客人呢 你是說行穩至遠的 為什麼外國客人不來呢 香港政府曾經試過派機票 真的不說不行 又要說回我們右中了 有人在那裏質疑我們 國泰航空那麼大公司 不夠飛機師 他怎麼會 怎麼會 不給你啊 或者怎麼會特意賣票 他不會自己計算的嗎 就是了 我們完全沒有說錯的 每一個飛機師一年只可以飛900小時 而每個月 只可以飛100小時 不可以飛得太多 所以 他們之前炒人炒得了 現在人手不夠之下 狂賣票 賣多了票 你們不是數清楚 有多少機師 可以飛多少個小時 去看餐吃飯嗎 原來是亂來的 因為政府逼他們的 為什麼 因為政府派了70萬張 那些票 有些是派給大陸的 有些是派給外面的 沒有外國遊客來了 你派了70萬張票 有多少人來香港旅行呢 我只知道 Elon Musk的媽媽來了 他也不是拿你票 自己買飛機票來的 或是他自己送私人飛機來的 你想想 政府做事的規劃也沒有 你就打算去吸引外國客人來 誰知道外國客人就沒有了 那些飛機票一定是給大陸 大陸那些來香港也不懂得花錢的 直接是沒有錢花的 特種兵來的 甚至是睡街的 你要這些客人來做甚麼 你要遊客來消費的來花錢 不是來賺錢的 一句都說了 十幾二十年前 我跟團去泰國玩 導遊第一時間問 大家來泰國是想要花錢的嗎 不是來賺錢的嗎 如果你賺錢 你可以介紹你做雞或做鴨 泰國大阪門路 問題就是你去旅行你來洗錢的 現在不是 香港政府給了甚麼人來 來香港就拿你100元八達通 200元消費券 然後100元餐券 結果八達通就去坐車 100元就兩個人中間去吃個燒美飯 剛剛好100元 然後還有200元可能要買一些手信 這樣就搞定了 糾嶺也不用在香港洗 只是拿香港政府 你要這些遊客做甚麼 你怎麼刺激香港消費 你直接把錢派給香港 那些店舖好過 或者直接香港人說 100元就拿你八達通好過 現在問題是 你香港政府對於遊客是沒有可能的 你是無計可施 結果你還害死了國泰航空 逼他開了那麼多班機 你以為你不是逼他嗎 你以為國泰航空是白癡的嗎 他們也懂得計算 但沒辦法 政府也逼得過來 逼著開航班 好像很興旺的旅遊業 實際上也不是 人們每個都出去了 你不是飛日本 你以為是飛英國 你以為你有很多地方 你以為你飛美國嗎 你有生意做嗎 你也沒有生意做了 外國的觀光客也不來 沒有人來開會 商務客也沒有了 香港經濟 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沒有了 根本就沒有那些商務客也沒有人來開會 浪費了 你看回展有沒有很好生意 你玩完就可以玩完 還打算打大陸主義 現在大陸說 你沒有想要把付出多——人提到一個 momento了 加大陸說 你沒有想要把財路麻疑 一定要把這些人提供金額 甚麼傷害怕 是不是 看這些人 他們完全躺在塌上 根本就不知道世界發生了甚麼事 懷疑你是不是昏迷了三年 被人打濕了 在醫院睡了三年 做了殖民人 現在醒了 哎呀 我們要搞一千多行啦 我們要自由行啦 現在還有自由行嗎 浪費氣啦 現在大陸也沒有錢 好了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的朋友 如果你害怕湯家橫的恐嚇 訂購朋友的VPN 保證你上網有101%的安全保障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如果國下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會向你介紹一款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 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的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d行 你不會再看看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